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H370失踪10年 官方有意重启调查 美剧情节是真的 美国今年指定总统是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金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两岸药文 今天是3月9日 星期六 我们来看今日的新闻内容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八日发文盘点说 中国金融领域最近频繁出现诡异动作 值得深究 中国经济状况恶化 中共两会不仅没有给出挽救的方法 而且党魁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 令外界更不看好中国的未来 大纪元7日发文 根据英国投资移民公司的统计推算 2022年和2023这两年 中国富豪移民海外 从中国带走约1600亿美元的财富 香港 仅去年估计就有1000名百万美元级富豪移民 李嘉诚已跑得快再度成为网如间的热化 人们重提一则笑话 说马云 马化腾 王健林等富豪赛跑 意外的是90岁的李嘉诚跑了第一 富豪们都大惑不解 李嘉诚笑着说 谁让你们听见枪声才跑的 这则笑话热传 显示论出中国已经被视为一件实不我待的事 巨额财富从中国外流 让本就衰落的中国经济加速恶化 8日 谢田教授发文 关注中国金融异动 他提到一件不太引人注意 但颇重要的是 中国工商银行正在从美国证券托管结算公司 DTCC提取全部资金 并在3月8日关闭在DTCC的四个账户中的一个 DTCC是全美股票债券集中托管结算的中枢 为整个金融市场提供交易后的服务 包括全美八大交易所的结算 交割 股权传仪等 谢田教授分析说 从DTCC全部撤资 意味着工商银行未来将不再在DTCC这个平台上交易 中共如此做原因有三个 要么是中国外汇紧缺 不得不变现撤离 要么是害怕一旦中美关系恶化 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 要么是全面清空美元资产 试图主动出击打击美元 除工商银行的诡异动向之外 中共央行最近一下发 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要求各大银行推广柜台债券 让百姓在柜台就能买债券 这样可以将储蓄高效转化为债券投资 民间快速解读出当局的意图 其实就是开始打储蓄户的主意 你去存钱 柜台却要劝你改买政府发的债券 不排除未来银行直接后台处理 把存款转为国债 以前的土匪在深山 现在的土匪在银行 谢田教授认为 中共面临物价上升和政府赤字的危机 大量的存款是中国居民手中 所以中共冻结居民存款 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实近段时间 中国已频繁爆出百姓大笔存款 被挪用的案例 例如大连一位余女士 1310万人民币存款不见 被银行买了黄金 只是官方称 这些都是银行经理的个人行为 谢田认为 大船江城 蜀被逃窜的时候 也是难以预期的灾难 可能出现的时刻 因此最近中共金融领域的 异常动作值得密切关注 台湾遭遇苏当红风暴 不仅辣椒粉 连胡椒粉 咖喱粉 香辣油都受牵连 大量货品被下架 前台湾营养午餐 停用辣椒粉一个月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八日在质询中 披露几家进口辣椒粉的 贸易公司造假内幕 林淑芬说 在台湾贩卖含苏当红辣椒粉的 贸易公司 其实属于同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在高雄市 同一处民宅地址 登记了八家公司 包括金站 加广 加广 加广鼎 保兴等 加上不远处 另一家海顺食品 共九家公司 其实隶属于同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早在1997年 就在中国成立一家 加工销售公司 名叫龙海同济食品 有限公司 有毒辣椒粉 就是通过这家龙海同济 从中国进口到台湾 然而在曝光时 这个集团向台湾的 溯源追踪系统提供的 却是船运公司的名字 没有提到真正的 供货商龙海同济 在宴出货品 含苏丹鸿后 台湾食药署禁止 再从这家船运公司进货 然而因为真正的 供货商是龙海同济 食药署的禁力 没有作用 林淑芬因此怀疑 食药署有人包庇放水 林淑芬还透露 当有毒辣椒粉等商品 在台湾边际查验时 被发现并被退关后 因为是原货退关 这个集团就把同批货 拿回中国重新包装 在公海烙一圈后 再送入台湾 林淑芬要求政府 未来查出后 一律销毁 不准退关 目前不仅红辣椒粉 验出问题 这个集团还进口的 青辣椒粉也验出苏丹红 该集团向台湾厂家 提供原料生产出的 白胡椒粉 青辣椒粉 香辣油 朝天椒细粉 都发现含有苏丹红 卫生局全面追查当中 教育部已经通知 全台湾的学校 在4月7日前 暂缓于营养午餐中 使用辣椒粉 咖喱粉 养老机构也接到 同样的通知 这场风波还在发酵 究竟有多少行业 会被牵连尚未可知 意外的是 明明问题来自中国 台湾国产辣椒却被影响 截至8日 台湾本土产红辣椒的 市场批发价 每公斤52.2台币 较去年同期跌了超过三成 农业部农粮署副署长 姚志旺说 台湾一年四季都产辣椒 其菜市场卖的辣椒 几乎都是台湾国产 进口辣椒多半用来 制成辣椒粉 姚志旺说 国产辣椒安全有保障 呼吁民众安心选用 台湾多位立委近日收到恐吓电子邮件 刑事举止 邮件通过包含日美韩 越南等国的IP做跳板 来躲避追查 分析恐吓性的手法及用与习惯 确认嫌犯在中国西安地区是同一人犯案 行政院长陈建仁8日表示 这是境外犯罪 以透过国际合作掌握 拥有这个IP地址的人 一有消息就会跟大家报告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 收到三封恐吓邮件 除使用污辱性字眼 还提出高达2000万勒索金 国民党立委罗自强 民进党立委黄杰 王美慧 吴立华等收到的邮件内容 几乎都一样 说若不汇款就会放炸弹等等 警方近来加强巡查 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不排除邪犯是为制造国民恐慌 而寄恐吓性 刑事局表示 经确认嫌犯攻击目标是 政府机关首长 民意代表 交通设施等 嫌犯使用特定惯用语 留言夹杂简体字 与中国惯用语 多使用Gmail Outlook信箱 发送恐吓性 江启臣呼吁大家 再收到类似邮件切勿转发 以免自己和他人遭到攻击 应立即报案 提供完整的信息 协助警方调查 香港政府8日将被称为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 立法会当天就完成了手毒及恶毒 草案将多项罪名的刑罚大幅提高 其中叛国、叛乱等罪名可判处终身监禁 现有草案规定 叛国、叛乱、勾结境外势力 善获中国武装力量成员叛变四项罪名可判终身监禁 间谍罪可判歼20年 境外干预罪 隐匿叛国罪判14年 煽动意图罪从目前的最高两年大幅提高可判7年 如同时被判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加刑至可判10年 持有煽动文件或物品可判监3年 草案还建议若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捕 将激留期从目前48小时延长到最多16天 警方可向法院申请 被捕人在48小时激留期间禁止咨询任何律师 48小时后警方可以国安理由限制咨询特定律师 草案还写明 在特定情况下警方可以没有守令情况下进入及搜查地方 香港立法会议员迪志远提到 香港党派和组织过去都会去台湾交流 观察大选 今后港台间的往来是否受影响令人关注 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蒲约翰表示 法案可能会对民间社会产生寒蝉效应 这可能进一步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自由 根据程序在首读二读后 内务委员会需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草案 之后将草案交回立法会大会 最后三读表决即完成立法 3月8日是马航MH370失事10周年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出返澳洲时 松口表示可能重启搜索及调查 安华说 我们的立场是 若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需要重启搜索 我们很热意重启 2014年3月8日 MH370班机载着239名机主人员及乘客 从吉隆坡飞往北京 起飞后不到一小时 就飞机突然从雷达屏幕消失 各国启动航空史上最大规模搜索 到2017年搜索行动 结束时始终一无所获 2018年调查报告问世 指事故原因空中交通管制失误 航班路线被人为调整 十周年前后 数百乘客家属在吉隆坡举行烛光纪念 北京也有乘客家属到中共外交部等 单位陈勤寻找真相 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 会尽快恢复对MH370的搜索工作 美国总统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期间 几乎所有部长国会议员以及大法官都齐聚国会山庄 只有一名被指定的内阁部长除外 他需要在维安人员的保护下前往一个秘密藏身处 他就是指定侥幸者 虽然每句内容是虚构 但现实中确实存在指定侥幸者 也就是指定继任总统 目的是如果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 国会山庄遭受毁灭性的攻击 有人就能够继续处理国事 今年的指定继任总统是教育部长卡多纳 根据CNN报道 这个安排源自人战期间 但直到1980年才被公布 指定侥幸者一般是指 总统继任名单第七顺位之后的部长 还得要年满35岁 出生在美国 居住在美国14年以上 指定总统事前会接受训练 同行的军官还会携带俗称黑色手提箱 一旦出事能及时发射核弹反击 以上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请您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